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天 英国就迅速成立了食品部 负责战时的食品供应 所谓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尽管英国人处理食材的能力一直饱受质疑 但他们对战时食品物资的重视 无疑具有先见之明 1940年1月 英国开始实行食物配给制度 家庭主妇们带着粮票粉在食品店前排起了长龙 著名的英国黑暗料理 仰望星空派胡萝卜 在二战以前的地位确实不高 虽然大量种植 但主要用来喂养牲畜 战争爆发后 产量充足又廉价的胡萝卜 成为理想的食物来源 可是 谁愿以和牲畜共享饲料呢 为了扭转大众观念 英国政府决定在胡萝卜的营养价值上作文章 夜市至关生死 一起补充维他命A吧 为了应对空袭 英国政府经常进行大范围灯火管制 一片漆黑的城市害得德军飞行员找不着北 而英国皇家空军则借助秘密研发的新型雷达 在黑暗中对德军战机实施精确打击 战绩最突出的飞行员 在黑夜中整整击落了19架敌机 这种神奇现象 自然引起了人们的疑心 为保护军事机密不致外戚 英军对媒体宣称 这些士兵都吃了大量胡萝卜 才能保证绝佳的夜间势力 胡萝卜帮助英国打赢二战 然而这还不够 随着战事持续 食物匮乏越来越严重 1941年 食品部提出了蛙 出胜利的口号 号召人民开肯自家花园来种菜 以实现自己自足 当时的小孩在肯胡萝卜 冰棒食品 多的努力没有白费 人们种植胡萝卜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到了1942年 胡萝卜产量甚至出现了十万吨的剩余 如何把单调的胡萝卜吃出花样来呢 政府举办了胡萝卜比赛 让民众发挥创意 在简陋的厨房中旋转腾锣 炮制出各种各样的胡萝卜食品 例如胡萝卜欧吃 胡萝卜酱 胡萝卜派等等 此外 由于糖的匮乏 人们也开始将略带甜味的胡萝卜做成糕点 胡萝卜蛋糕 胡萝卜饼干和胡萝卜布丁都曾风行一时 说到这 你喜欢吃胡萝卜吗 文章里的胡萝卜有没有蝉苦你 留言告诉小编妹子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